男人点了下屏幕 就从上面撕下一张飞机票 接着推了下行李箱 手一伸 就把行李箱攥到手中 眼看时间不多了 还要排队 他纵身一跃 跳进行李箱中 在安检员的注视下 成功混了进去 看到模特儿穿得非常帅气 他一个飞扑 就跟模特儿换了衣服 随后来到餐厅 开始享用美食 突然眼睛一瞥 发现同伴追了上来 他急忙朝前跑去 不料同伴竟然坐上了百度车 在大厅里横冲直撞 很快就超过了他 小帅见状 掏出手机 手指轻轻一划 旁边就多了条电梯 他急忙跑了过去 而大壮在路上 总是被人拦下来 速度越来越慢 见被小帅抄了过去 他抓起书包就跑 经过激烈追逐 两人竟然同时来到登机口 不料前台小姐姐却说 你们迟到了 飞机已经起飞了 而下一班还要等12个小时 突然小帅看到飞机模型 拿起来后紧跑几步 来到窗边 念出了咒语 接着手一松 外面就多了架飞机 随后就响起了登机广播 上了飞机后 空姐送来毛毯 这时大壮说 还是挨着窗户好 小帅听到这些 伸手抓住毛毯 轻轻一抖 大壮就不见了 他则趁机坐了过去 接着手一挥 把大壮变了回来 这样神奇的魔法 你想不想学呢 这个女人太可怜了 她的工作就是当一把凳子 无论三百斤的胖子 还是两个人一起坐 她都无怨无悔 甚至还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就算老板放个屁 都不当一回事 只要老板一声令下 她就乖乖跑过去 凭借良好的业务能力 很快当上了部门总监 这是一个工具人的时代 大理石桌子 用四个人抬着 钟表用人拖着 抽纸从嘴里拽出来 甚至衣架都用人来做 这天一个很哇塞的秘书录职 他们以屁股坐到凳子上 女人顿时倍感压力 双腿不停地颤抖 再也坚持不住 重重地趴到了地上 久久没能站起来 老板非常生气 其他同事则非常开心 肆无忌惮地笑着 因为老板生气后 只有一个结果 回家的路上 她抬头一看 公司的广告牌 已经换成了秘书 回到家后 二哈屁颠屁颠跑了过来 随后身上就多了一双鞋 老妈竟然是台灯 老爸则当成壁画 爱热闹的弟弟是唱片 爷爷奶奶是人体餐桌 刚坐下 就收到一条短信 她果然被老板辞退 秘书成了新凳子 回想起在公司时 无怨无悔地付出 最终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她放声大哭 家人则卸下伪装 一起过来安慰她 看了半天 我也不知道 这部短片想要表达什么 如果你们知道 一定要告诉我 男人竟然和卡车融为一体 就在刚刚 大壮想扔垃圾 可垃圾却跟中鞋一样 怎么甩都甩不掉 还不停地往他身上靠 无论是什么拽都拽不下来 他以用力 袋子虽然破了 可垃圾一样没少得 粘到了身上 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他站立不稳 以屁股坐到地上 看到胸口的纸杯 想把他拽下来 可以用力 竟然把衣服扯破了 脚上的大拇指 怎么都掉不下来 等站起来时 窝了个乖乖 他的后背 竟然粘了个轮胎 还有一辆自行车 难道他变成了磁铁 小伙微微一笑 想试验下 拿起棒球棍 哭斥一下 扔到大壮身上 还真能吸住 难道他是传说中的垃圾人 正在这时 小孩骑着三轮车 也来凑热闹 因为他从没见过 后背长轮胎的人 大壮怕把孩子吸住 那样就成连体人了 他一步步往后退 而后面就是垃圾车 他一激动 吸力越来越大 远处的垃圾都被吸了过来 啪哧一下 呼到脸上 他一生气 就刮起十二机狂风 小伙死死抓住木板 男孩吓得赶紧掉头 可蹬了半天 愣是没动地方 还不断往后退 大壮见此情形 心一横 启动开关 闸门缓缓落下 随后他就被吞了进去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正当小伙为他默哀时 突然听到声音 大壮就跟垃圾车 融为一体了 小伙刚一张嘴 就被怪物抓走了 这只鹦鹉刚想说话 也没能幸免于难 就连主人也没犯过 因为这是一架夺命航班 里面藏着一只怪物 他对声音非常敏感 只要发出声音 就会被怪物抓走 老头想跟美女搭讪 立马就被严厉警告 女孩正跟闺蜜聊天 下一秒 手机就被没收 扔到茶壶里 这个孩子不停地挣扎 马上要哭了 空姐见状 急忙上前阻止 这才避免悲剧的发生 可这个小伙不信邪 随后他就被抓走了 眼镜哥把香港脚放到前面 熏得老太太直流眼泪 他不小心打了个嗝 紧接着就不见了 吓得小姑娘不停地念阿弥陀佛 祈求上帝保佑 这只鹦鹉刚学会说话 想打个招呼 主人一声大叫 也紧随其后 旁边的女士急忙拎起鱼 幸好她不会说话 空哨跟妈妈说想吃红烧肉 补料也没能幸免于难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空姐说这么多 却没事呢 男人向前一趴 从三十楼跳了下去 呼呼的风钻入口中 肚子就鼓了起来 喷得一声落到地上 又弹到空中 透过窗户看了眼电视 随后又落到地上 再次下落时 手伸长49.9米 抓住路灯用力一拽 头上就起了个包 晕晕呼呼掉了下来 吓得他赶紧到医院做个检查 通过全面扫描得知 他的身体变成了橡胶 当洗澡时 一个美女护士走了进来 可浴巾里包着高压电线 他插上插座 戴上绝缘手套 夹子上顿时冒出无数火花 还诡异得笑了笑 大壮也是一脸坏笑 让他赶紧过来 只见护士一步步向前 把夹子放到浴缸里 而大壮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护士见状 今晚跑了出去 穿着高跟鞋跑得还挺快 大壮手一抬 身长55米 一把抓住护士脖子 将他拽了回来 经过言行拷问得知 失败把兄弟要杀自己 原来他在执行任务时 被人从后面偷袭 他躺在病床上 咬了一口绿皮甜瓜 可嚼了两下 怎么这么难吃 随后就变成了橡胶人 突然一个杀手走了进来 他小手一伸 抓住杀手脖子 随后拉到跟前 他竟然也是兄弟派来的 大壮这下不淡定了 来找兄弟讨个说法 手臂顿时伸长了50米 跟面条一样 可杀伤力却非常大 轻轻一甩 就干翻了所有人 他们爬起来后 举枪就射 全都打到大壮身上 背后冒出无数尖刺 随后吐出一口气 子弹就反弹回去 紧接着手臂轻轻一甩 再高高举起 变成巨大手掌 来了个泰山压顶 他想干掉兄弟 可下不去手 正在这时 他们的领导赶到 手里还拿着炸弹 原来是他偷袭的大壮 随后点来了引线 想炸死两人 突然陆飞赶到 拳头快速膨胀 紧接着就飞了出去 跟炸弹来了个硬碰硬 下一秒 老大就去了西天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大壮和陆飞 谁更厉害呢 一个篮球重重地砸到脸上 疼得女孩弯下了腰 同学们则是一脸惊恐 傻傻地扔在原地 定睛望去 女孩的脸竟然掉到了地上 她急忙走过去 伸出双手 把脸捡了起来 再次抬头时 脸就恢复了正常 而其他同学 仿佛什么都没看到 原来刚才是个梦 可她却产生了怀疑 早上洗漱时 她伸出双手 轻轻摸了下脸 然后手指一用力 就听到咔的一声 这可把她吓坏了 从此之后 无论是走路还是上课 她总是捂着自己的脸 生怕脸会突然掉下来 更可怕的是 有一名陌生人 在偷偷跟踪她 于是急忙向家跑去 可跑着跑着 拐弯时 突然撞到一个人 她刚想道歉 抬头一看 正是跟踪她的人 吓得她转身就跑 一溜烟来到家中 晚上一觉醒来 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动了 她被绑到了床上 而那名老人则一步步走来 她非常害怕 只听老人说 我做的面具呀 快快回到我身边 随后举起两米长大刀 吓得女孩一声惨叫 紧接着门被打开 原来这只是个梦 可第二天爸妈就将老头请到家里 随后来到屋子中 不过女孩一点反应都没有 她戴上眼镜 拿出西瓜刀 在女孩脸上轻轻划了几下 紧接着把脸摘了下来 放到一边 原来女孩是个机器人 只是里面的螺丝有些松了 顺便清除掉最近的记忆 如果未来生育率下降 你会养一个机器人孩子吗 男孩一低头 身体慢慢隆解 又从车里跑了出来 然后一转身 汽车撞上她后 竟然凹了进去 眨眼间分解成无数零部件 而男孩一点事都没有 女孩健壮 手一伸 急忙杀住车 然后挂上倒挡 快速退了回去 原来她有隔空取物的超能力 他们又租了辆车 可敌人还是跟了上来 男孩打开后备箱 小手一伸 后面的车就晃来晃去 可他们还没有放弃 男孩健壮 双手用力 顿时地面裂开一条缝隙 还在快速蔓延 后面的车摇摇晃晃 一不留神 从高速上栽了下去 可还有一辆车跟着 男孩双手一摆 飞来一棵大树 正好拦在路上 几人这才长舒一口气 原来一种可怕的病毒席卷全球 部分幸存下来的儿童有了超能力 女孩小手一伸 桌子就飞了起来 小伙伸出手指 就冒出一阵电流 男人小嘴一张 变得通红 就喷出无数火焰 可他们非常不幸 如果被人发现 就会被拉到集中营 关起来 小伙想逃跑 被一枪干翻在地 他非常生气 缓缓抬起头 眼中冒出绿光 机关枪一点点向上台 随后就听到一声枪响 原来他能控制别人大脑 而迎接他的则是一顿胖揍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被关一年就能获得超能力 你愿不愿意尝试下呢 这是人人向往的超人学校 黄毛看了眼女神屁股 下一秒 他就冻成了冰雕 面条哥优雅地做了三个后空翻 就来到众人面前 随后带着他们参加超人分班考试 第一个上台的是眼镜哥 只见他双臂一用力 就变成了石头人 原来他是顿山的弟弟 挺不错嘛 看看你的力量怎么样 随后就下来一辆汽车 不过还是被他稳稳接住 非常不错 进超人班 男人一撅嘴吐出一口浓潭 这也太恶心了 必须学渣班 老师 你再看看 柱子竟然俯视个大洞 必须超人班 小伙站在台上非常害怕 身子一软 趴在地上 变成了番茄酱 就这 去学渣班 小伙一个后空翻变成了足球 这有什么用 去学渣班 帽子哥双手插腰 竟然变成了老师 这个进超人班 没人反对吧 还有好的拍了下他的屁股 紫色衣服的小鬼 快点上来 你有什么超能力 我也会变身 会变什么 来一个看看 他弯下腰 身子一缩 就变成一只仓鼠 能变小白兔吗 不会 那变成恐龙呢 也不会 小老鼠有什么用 去学渣班 他灰溜溜的逃走了 八条手臂的蜘蛛 进了超人班 只会发光的小伙 进了学渣班 小帅 你有什么超能力 老师我偷偷告诉你 其实我什么也不会 你逗我玩呢 随后掏出遥控器 按下开关 汽车就砸了下来 幸好小帅躲得快 要不就成肉饼了 看来没继承你爸的神力 那你肯定会飞 随后又按下按钮 把小帅弹飞出去 重重的摔到墙上 最少折了三根肋骨 看来你真的啥也不会 只能去学渣班了 蓝衣服的小鬼 快点上来 我不上去 这种比赛毫无意义 竟然敢质疑我 必须学渣班 而他拥有最强的超能力 晚上乘坐一株小树 爬到楼顶 去安慰小帅 他能控制植物快速生长 是当之无愧的女王 如果给你一个选择 你想要哪种超能力呢 谢谢大家